遺除國防法 刪除四項基本延終 我是知道嚴閣謙駿駛駛的紫色Benz 他那時候和我當同事的時候 他如果聽到外面的人播歌曲 或者在三機播義勇軍進行曲 那他是不是立刻站起來在車裏面 一停車呢 這個白痴 這個白痴還舉起 他就說你去泰國看看吧 我去泰國很多次的 他說哥 你嚴閣謙是不是吃錯藥 吃過期的春藥 這麼興奮 喂 立刻要站起來 我這麼傻的 有病嗎 他說你去泰國看吧 喂 各位 我都希望 泰國人出來指責一下他到底是怎樣的 侮辱泰王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因為泰國還是一個皇帝的國家 君主立憲 在香港裏面是有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 也有人權法兩個差不多的 抄下去而已 是在基本法裏面第39條的 共產黨最重要的一個欺騙就是黨國不分 是不是 其實有分的就是黨大於國 是不是 其實他說的國家就是他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 所以在憲法裏面加了這個四項基本原則 以前是沒有的 是不是 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狗屁不通的 因為你在憲法裏面不會寫思想的東西 你是寫所有制的 就是你禁止有私人財產制度不是社會主義 是不會寫社會主義的 那為什麼呢 社會主義阿哥 好了 一個國家說什麼呢 是說人民是主權的 憲法是保障人民的 限制國家的權力的 那有什麼理由在罪言那裏寫了說 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黨專政 要堅持共產黨領導 第三個堅持就是穩困的了 第三個堅持就是穩困的了 第三個堅持就是穩固而生平